由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 以及台中市的东南师子会 共同办理的寒冬送暖活动 来到了积极镇和苹果小举办 现场邀请了信义、陆谷、中辽 积极等乡镇的弱势家庭民众 前来领取民生物资 并且也发送了红包 希望能够借着社会资源 来帮助这些家庭过一个好年 已经举办19届的佛光山 以及师子会联合寒冬送暖活动 在积极镇和平国小盛大举办 其中邀请到很多乡镇内 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前来 除了提供热活呼的州 请他们享用 主办单位并送上红包和民生物资 希望让这些有需要的民众 能够过一个好年 好,谢谢,快乐 我们老公都在中方 有很辛苦 和公会发心 来跟我们关心 跟我们照顾 要让我们参加这些肉串 让我们的温暖 让我们的环冬顺暖的温暖 建议他们今天到这边来 我们来跟他结言 准备的红包3,600 物资1,500的物资 希望的重点就是让他们在 即将来临的过年 得到一个温暖 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之前 享受一份温馨 人间有情,佛光有爱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活动中也就由庄严的炼金祝导 回向给在场民众 大家也从在场的师父身上 感受到深深的慈悲为怀精神 其他文中也强调 他们帮助不是施舍 而是希望让这些弱势民众 日子过得更加有尊严 前文的内容写得相当好 贫困者要的是一个尊严 并不是说要有很多的一个施舍 希望说这场的最末寒冬 能够带给这些好朋友 在过年,在年节之前 有一个好年,好年当好鬼 我们本身就是发起 动念从921就开始 那我本身也是921的受灾户 因为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会让有很多他这些福田户 因为我们这些社会人士的一些帮忙 让他有个好年过 然后感觉到社会的温暖 让他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受到这些的温暖 让自己会奋发图强 然后呢就是到今年19年后 我也可以回馈社会 一项一项的物资 代表佛光山及世纪会的祝福 坚持19年不曾中断的寒冬送难活动 也再次看到宗教和社会团体 无时的大爱精神 就如今 休门 我看你 想从那已到新闻 在他一样的公安